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进入莫斯科 突然是以掉头回营的结果暂时平息 而瓦格纳怕乱事件仍然会继续地引发 俄罗斯高层和军方内部的震荡 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看今天的欧洲观察 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的兵变事件 在24小时之内急转之下 发生了戏剧性的反复和转变 最终已向首都莫斯科进军的瓦格纳部队 受命掉头返回南方军营基地 而暂时告一段落 据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在把普里格任的妻儿从土耳其 紧急带回白俄之后 立即亲自与普里格任电话谈判 随后普里格任宣布 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 下令开往莫斯科的瓦格纳部队 掉头返回南部兵营基地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也第一时间宣布 针对普里格任有关反叛罪行的刑事立案 已被撤销 普里格任将前往白俄罗斯 瓦格纳部队官兵将与俄国防部 签署服役合同 而这次瓦格纳兵面事件的发展和结局 至少说明了这么几个事实 首先是瓦格纳老板普里格任 与国防部长邵伊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已经变得不可调和 最终导致瓦格纳领导人 不得不以兵舰的极端方式逼迫总统普京 清军策 解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 而在事件平息之后 普京极有可能顺水推舟 以反对贪腐和指控作战指挥不力为借口 趁机整顿军内高层将领 甚至不排除调整军内最高领导职务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 既可满足和回应普里格任的兵变诉求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刀杀人 趁机撤换能力不足指挥不力的高级将领 再就是兵变事件 也可能会让总统普京因祸得福 以正当理由削弱甚至铲除 势力不断强大 已经难以约束阻挡的瓦格纳雇佣军集团 以及日渐狂妄胆大包天的普里格任本人 未来俄罗斯境内的瓦格纳部队 即将被国防部签约收编 普里格任也将被迫流氓白俄罗斯或者国外 而瓦格纳这个类似于军阀性质的 难以控制的私人武装集团 也将丧失在俄罗斯境内的立足点 甚至面临被迫拆散流落海外的境地 而既具有军事才能 又胸怀政治抱负的普里格任 也被迫流亡国外 逐渐丧失在俄罗斯国内的 个人煽动力和影响力 这些都可以算作总统普京 在这次瓦格纳兵变事件中 因祸得福 顺势整顿军内高层将领 解决瓦格纳这个心腹大患的 意外收获和偶然得分 当然瓦格纳集团的兵变事件 和普里格任的公然兵舰 还是会对俄罗斯总统的民众公信力 以及俄罗斯政府军的士气 产生强烈冲击 甚至也会对明年俄罗斯大选前景 产生巨大影响 而事件发生之后 俄罗斯高层和军方 也面临着重新整顿和分配 而普京不大会采取强行解职的方式 而是以自动辞职的形式 处理高级将领和政府高官 这样当然可以强化总统普京的个人权力 与全局控制力 但也可能会引发俄罗斯政府高层和军队内部 更多的冲突与矛盾 而瓦格纳兵变发生之后 西方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值得玩味 总体是高度关注 紧急磋商 低调表态 也许是早已预估到 瓦格纳挑战穆斯科中央政府难以成功 七国集团中除了几位外长及官员 不疼不痒的最初表态之外 仅由法国总统马克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兵变显示出俄罗斯阵营内部的分裂现象 美国总统拜登也仅仅说 这是俄罗斯内政 美国没有介入 判断未来走向 为时尚早 目前看来 瓦格纳兵变事件中唯一的赢家 或许就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一是及时亲自出面调停成功 为普京挽回颜面 二是开放领土接纳 普里格纳和瓦格纳军队 既可借助瓦格纳保障白俄国家安全 又可伺机推动瓦格纳攻打乌克兰首都基辅 总而言之 兵变事件对于瓦格纳雇佣军集团来说 应该是结果不利 前途未谱 对普里格纳个人来讲 也是出师未解约身先败 军队管控和政治前景逐一丧失 而对于总统普京而言 则是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掌握得好 既可以消除瓦格纳这个心腹大患 又可借机整顿军内高层将领 但是如果把握得不好 则会导致俄罗斯内部 出现更大的波动和震荡 直接影响到俄乌战局今后的结果和走向 也会极大关联到俄罗斯联邦未来的国家前途 与命运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